她好她的基本情况 然后她个人的教学情况 还有一个学生的一些情况 一些常出现的问题 大家分享 待会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 下面请第二位老师 杜士碧莲老师 各位老师各位学员 大家上午好 我是杜士碧莲来自越南 我是2005到2017年 整整12年 我一轮的青春都在中国度过 刚开始是被拍遷到 广西民族大学当越南语外教的 但是由于不懂中文 所以我的生活当中 会遇到了不少不变之初 还有我得了一场登革热 被隔离两个星期之后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在房子里边 然后因为隔离 所以那种恐惧会令人非常的 就是难忘的 的经历 黑历史 然后呢 我那场病好之后 我告诉我自己得自己学点汉语 也没想到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能考上复旦大学 就在复旦大学读了对外汉语 硕士研究生 因为我在中国不会汉语 也给我带来很大的不变 所以我从我的经历出发 就毕业之后 2014年南京那边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聘请我到学校当对汉语教师 同时也参与了他们留学生管理工作 通过我仔细观察 发现留学生遇到的困难 总比我们老师想得到 多得多得多 所以呢 我就为了学生 结合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 经常帮留学生解决困难 加上我自己的留学生遇到的困难 我编写了一本《生存汉语》 这本书之前也是分享给各位老师 就是看过几页了 说实话 头两年这本书也是非常有用的 像对留学生来说 它像一本小锦囊 但是呢 没想到到第三年 那时候就是16年的时候 那时候很流行扫码 支付宝付款 微信上付款了 所以我的学生跟我说 老师 不要只叫学弟学妹 去餐厅点菜 不要只叫服务员 你要叫学弟学妹点外卖 要叫学弟学妹扫码付款 如果天天叫服务员 服务员很落后 然后我听他们说 我就笑着说 好 听你们的 然后在我的生存汉语后面 就加上补充上的几片是点外卖 还有叫支付宝之类的 后来2017年 2017年1月15日 我回归越南 就是在越南创业 我是一家外国企业的经理 我的工作主要是搞留学 然后通过跟越南 就是归族和很好的高中和大学打交道 我发现有钱家的越南人 都跟中国有合作的关系 他们自己开工厂 但是他们的孩子都去欧美留学 英语非常棒 但是他们跟中国人合作 所以得顾翻译 自己的孩子毕业回来 又给他人打工 所以我跟他们讲 要不然你们的自己的孩子 学点汉语吧 这样利于你们的工作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些短期项目 陪着他们学生家长 还有高中校长 还有领导 来到中国参加的短期项目 但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就是 当然大家能亲眼看到 和他们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他们非常的吃惊 兴高采烈的 就是特别的开心 但是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支付宝 也没有微信 然后中国这边是 买任何的东西都要扫码 打车也扫码 所以我们有时候吃不上饭 这很尴尬的 我微信里面有钱 但是也不够大家 帮所有人换 而且有时候他们也不跟着我 所以有时候最尴尬的是 在路边随便拉着一位先生 然后说 不好意思 就是我微信里面没有钱 您合不合理转给我一点 然后我现金给您 他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会怎么回事 然后就解释我们是从国外来的 等等等等 然后他还是满善解人意的 还是给我们转钱 然后我把现金给他 但是在后来我觉得是 这也不是一个方法 所以再回来就教他们一句说 帮我付钱 我现金给您 所以生存汉语又加了一层 就是在中国的生存 还有在从国外到中国的生存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国发展得太坏了 我们对外汉语教师更不上了 更不上少马的年代 时代让我们实在很尴尬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各位学员 感谢都市别老师分享了一个 他的教学过程当中的遇到的一个个案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的 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请一些老师做一些 面对新的一些形式的作为 下面我们请第三位老师 黄培玲老师分享柬埔寨华尔教育的一个问题 感谢都市民